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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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最多的就是这种针口鬼 喉咙像针一样 根本没有办法吃东西 这些众生过去是用钱 雇人就像各位以前去市场 那只骨子和我太太 做女人最容易造这个业 就是因为你要买肉回家 那只骨子和我百倍百倍 然后用钱请人家杀 现在很多人去吃海鲜店 也是如此 而且自己千谈嫉妒 不喜欢布施 也不布施衣服饮食 不布施无味 不以佛法布施给别人 这样子的恶意的人 身怀命中 就属于针口恶鬼之身 那只嘴巴会吐火 还有一种人 是你的先生 叫你说 帮我供养隔壁的师父 或是修行人 因为在古印度 现在缅甸还保留 每天早上都有出家人 经过你家门口 印度现在还有很多地方 还有很多沙门 婆罗门 经过家里门口 然后呢 先生要出去上班了 就告诉太太说 等一下有修行人经过 你要把这个布施哦 但是呢 这个太太千谈爱喜 本来就有 要讲没有 就跟他先生说 家里本来就不够用了 哪有办法再去布施给他们呢 所以这样子的富人家 来欺骗先生 令才不布施 身怀民众 躲于针口恶鬼之中 所以由于积息多造恶业 所以这种千谈 大部分呢 女性很容易如此 嫁狗 老母要买一台冰箱 你们老公要出 好 大家两万我来出 为什么都让你出 你不要叫你大兄也出五千 你兄弟也出出来 然后你就不甘愿 为什么要我一个人独出 为什么要我家独出 哪是你的先生 要借一百万给你弟弟做 给他弟弟做生意 为什么要呢 然后因为有这种习惯 事故富人多生恶鬼道众 所以各位 你们老公来说 就要拿十万就 你说不用啦 用那十五万才刚才好 对不对 他说买冰箱出一万 不用啦 都能出就好 你要养成那个习惯 这样把我们那个千滩的习惯 消除掉 所以因为这种千滩不布施的因缘 生恶鬼中 夜暴近了 脱离恶鬼 脱离恶鬼 脱离恶鬼以后 就生到畜生道 这种畜生 上面写的 叫遮驼加鸟 这种鸟啊 没办法吃东西 只有下雨的时候 嘴巴打开 它只要喝雨水 其他的水它都不喝 受这种夜暴 所以每一种动物 你说牛放出去炒 为什么这么多它不吃 它就要吃那种 刚出来嫩嫩的 其他它不吃 每一种众生有每一种众生的夜暴 鸭子你倒给它水 它也不喝 它要喝的是干净的水 有一点污足它就不喝 每一种众生的夜暴 不一样 所以因为这样 它做畜生道 也常患饥渴受大苦恼 然后呢脱离畜生道了 脱胎做人 然后又受苦苦难 无穷无尽 那只能做乞丐 现在印度还很多这种 占了将近一两亿 他们一辈子只能做乞丐 没有工作做 常行起始 以致存绩 所以因为种种的夜暴 受这样子的报应